故事給我聽到媽媽 欸 這孩子 好啦好啦 媽媽來找故事給你聽 媽媽 耶 我要聽下次你給我找的那一種 好啊好 上次我們聽到哪一集呢 我記得是腳白樹玩火了 好 那接著我們就聽下一集 這次是講習食 就是不要浪費食物 阿鼻 跟阿公 耶 媽媽最好 我希望今天可以我會聽過你的故事 阿公 阿公 為什麼東北季風只有中南部 擴展條件不佳 哎呀 阿公也不知道耶 不然我們去環境部的環境教育探索館看看 阿公找到了 我們看你來看 這是我們居住的台灣地圖 中南部在這邊 當東北季風這樣吹過來的時候 被一座很高的中央山脈擋住了 所以中南部這邊就會是下風處 它的風比較弱 所以那個髒東西 它就沒有辦法被吹散了 哇 阿公 你老爸 我自己也無幾人難不倒你 不同的情境告訴你環境教育探索館 有什麼樣的資源提供 這是環境部將多年環境教育的豐碩成果 三種探索方式 搭配不同的受眾分群 讓不同探索者找到符合需求的資訊 環境教育探索館已正式對外上線 希望透過環境教育探索館擴展環境教育 厚植全民環保行動力 歡迎大家立即展開環境教育探索治理吧 網站設計用三種探索方式 搭配不同受眾分群 獲得符合需要的資源 拓展環境教育職能 這個主要內容裡面包括電子化的書館 所以裡面有電子書 有影音教材像Podcast 我們裡面大概有好幾十幾的Podcast 所以這資料是非常豐富 還有很多的包括知識 剛剛我們也有知識的一些 包括你是國小適合的知識了解 或者是國高中或者大專等等 還有很多的成果展示 因為我們在環境活動裡面 很多的從個人的成果 比如說環境地圖 我們小學生畫了很多環境地圖 或者很多大專生 他做了很多的環境的創意設計 或者是綠客收 那個都很多成果展示 包括我們的生態學校 這個都會在成果展示裡面去列出來 另外有國同資訊 我們現在穿接的國同資訊 超過1500個 當然很重要就是教材跟教案 就是我們要讓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族群 他想把這些教材拿去對外去官司教學 也好或者去做一些圈導 都可以利用這些教案跟教材 那為了增加民眾探索的興趣 我們有個三大探索 等一下我會足以來跟各位介紹 另外我們今天也會出一個探索任務專利點 就是我們在一段時間 希望大家熟悉這個探索館裡面的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當然我們剛剛比較有熱門交點去提 第一個主題探索 就是配合我們現在處理的重要的政策 而且跟民生比較有關係的 我們會列照的主題探索裡面 比如說大家關切空氣品質的問題 所以這邊有空氣品質的滑入監測等等 那另外就是水底河川等等 它的污染問題或者土壤掉的國門 第一個主題就是土 水與土 土壤環境 那第三個資源循環就是資源維收 還有怎麼樣減少資性的用品等等 就會資源循環這個議題 那當然最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進行排放 氣候變遷 這種綠生活 那最後就是環境教育 包括環境衛生 綠色化學都會在這裡 那當然這些主題我們會配合著整個發展趨勢 或者我們環境部的相關政策 會混公司來做調整 那你從這些主題進去的時候 你會分眾 就是你是適合學校的 那學校要分完幼兒園的小聚 到大部分小以上 或是社會族群的 那你就看你是企業團體機關等等 讓他國際上的資訊跟形式 那從這裡面再點進去 你就會選幼兒園裡面的內容 國小內容的人來的進來 那剛剛大概我們在實務操作上 也操作過一遍給大家了解 好 那再來下一個情境探索 就是我們分成四個情境 第一個你要自我學習 就增加個人知識了 那你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你是不同哪個族群的 你是幼兒園 你是小學 你是國中 高中 或者是大專以上 或是社會 你就可以照不同年程去擷取你想學的東西 那另外有教學 我們有很多教學的教材 也會在教學裡面 跟不同的族群讓你去收集到你需要的教材 那當然還有很多競技的切磋 我們很多的競賽活動 都會在這個競技切磋裡面去 那也會照你適合報名的種類 來參加這些競技的切磋 那當然我們很多活動 比如地球式活動 環境式活動 相關的活動都會在活動裡面去借接 所以我再重複一點 我們現在目前整個環境教育資源 已經有超過1000 就1003種左右 那活動串接有1570左右 那未來這些都會再調整 可能會未來越增加越多 這個是第二個情境探索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地理探索 也就是說你對若干的縣市 就是他們某些推動環境教育的特色 有興趣或想了解 你就可以透過地圖進去找他們這個縣市 所推動的相關事項 那這個地圖探索 那這個就是依照地域性 那未來這個也會跟地方的活動都會連結 就是你對某個縣市的活動有興趣 你就可以點到那個縣市去 那待會這裡面未來會有一個功能就是全國性 因為譬如說辦地球制的活動 那是全國性的活動 但是可能每個縣市不見得在那一天同時可以辦活動 但是他們會在他們自己的環境地理上展現 他們在哪一天會辦地球這個活動 所以你要就對那一天他的活動沒有興趣 你就可以點進去看那個活動 那也可以去參加 大概是這樣 為了慶祝環境教育探索館上線 平台推出挑戰探索任務正環保綠點活動 民眾可以抽到最高5000點環保綠點兌換獎品 平台未來也會持續豐富資源 歡迎民眾關注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阿尼